我们现在开始要介绍戏词下传 那么戏词下传里面呢 特别的值得注意的是 古代的圣人怎么样去制作八卦 后来又透过对六十四卦的理解来 创造文明的各种内容 包括这个古代社会 从渔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发展 都写得很详细 所以谈中国古代的历史 都不会错过这一段 因为那是不管谁做的戏史传 都是对古代社会的一种描述 至少比我们要更接近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下传怎么说 我们一起念第一大段 八卦陈列像在其中一 因而从之摇在其中一 刚柔相推便在其中一 细之焉而令之动在其中一 吉凶回令者生乎动者也 刚柔者立本者也 天下之动真夫一则也 他说八卦排成系列 卦象就在其中了 与八卦来重叠组合 六摇就在其中了 有些人认为说福西画的八卦 到周文王才来重卦变成六四卦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 你画成八卦的时候呢 你本身的目的就是要重卦嘛 要不然的话你光是八个单卦 作用很有限嘛 重卦之后才会显示 他这两种这个卦的组合 所代表的现象有什么启发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福西式已经是从重卦里面 开始去制作一些生活必需品了 那么再看 刚柔与柔摇互相推移 变化就在其中了 刚跟柔也代表阳跟阴 所以没有问题 附上挂摇车的说明 活动就在其中了 就是代表说你要不要采取行动 能不能够往前走啊 还是要停下来误用这些 吉凶回令是由活动产生出来的 你如果什么事都不做 基本上它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刚柔与柔摇是建立卦象的基础 变化与通达是配合时事趋向的发展 吉与凶要定位在助人取胜 真这个字代表定位 我们以前讲真的时候都是正顾 就好像你执着在一个固定的态度上面 讲正顾的时候里面 当然包括是由于正我才顾啊 正顾不是顽顾啊 是正顾是因为正所以我顾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我在这个里面 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态度 一个是我要照着前面的方式坚持下去 所以它一向就有两个意思 这没办法 比如我现在说你要坚持下去 当然是希望你坚持行善啊 而另一方面呢 是要照你以前的方式坚持下去 本来就有两个可能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讲的真的是定位 你看啊 吉与凶要定位在助人取胜 让你能够顺利发展 天地的法则要定位在可供观察 叫做真观 真观就是可供观察 天地的法则是要定位在可供观察 接着日月的法则呢 要定位在可供照明 日月就是合成明这个字啊 这是很容易的 天下的活动呢 要定位在一个常道上 真夫依则也 这个真夫依则也呢 这句话也常被用 被用到 为什么被用到呢 因为提到依啊 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很神秘 因为像老子的道声依 这依什么意思 你只要讲到依的话呢 每个人都会觉得好像复杂万象 他又回到最根源的状态 虽然一是数字的开始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理解嘛 但是你讲到宇宙万物的变化 都从一个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在思考 西方哲学家 他们在想问题 他们开始的问题也是一样 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名词 可以用来概括不同的个体 比如我现在说玫瑰花 玫瑰花是一个名词 放在古今中外都是玫瑰花 但是没有两朵玫瑰花是一样的 所以西方哲学就从这地方思考 一方面想说 那到底存在的玫瑰花在哪里啊 对不对 有哪一朵玫瑰花是标准玫瑰花 以它作为标准 别的花跟它一样 所以成为玫瑰花 有的就说 那如果玫瑰花都变化的话 那个标准在什么地方 所以柏拉图就提到理情论 标准的玫瑰花在一个理情的世界 当然我们现在讲花的时候 柏拉图本身不太喜欢谈这样的例子 他喜欢谈什么例子呢 他喜欢谈 张三是勇敢的 李氏也是勇敢的 或这个国家都是有勇敢的精神 那如果你讲到勇敢的个案 张三李氏啊 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那么请问 勇敢的本身在哪里 他一定有一个本身作为原始的典型 你个案才能够以他为准 说我跟他一样 所以我也成为勇敢的 比如讲谦虚 你讲谦虚一定要有谦虚的典型 你才能说张三是谦虚的 李氏也是谦虚的 你如果不了解谦虚之所以为谦虚 他的根本的原理是什么 叫做标准的谦虚是什么 你怎么判断谁是谦虚的 对不对 你没有那个标准的话 你所有的判断都是空的 所以柏拉图说 当我们做一种道德上跟美学上 一个是善 一个是美 判断的时候呢 都先预设的有一个原始的典型 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参考 他这样才建构起来一个理型论 说原来有一个理型世界 包括所有一切的完美的典型 那柏拉图这样一来就被人家说成违心论 这是很冤枉的 为什么 因为柏拉图认为我们所见的世界是真的吗 你用感官接触的话就不可靠 常在变化之中 因此如果有真的东西存在 一定不是你感官所能见到的 这确认是对的 如果有真的东西存在 一定是你理智所能够思考的 因为理智思考的对象永远不变 它是可以代表让你理解的 它永远不会变 就好像前面说过 显然上的威尸道一样的 但是感官所见的一切 叫做个体 个体一定在变化之中 个体是没有不变的 别的个体跟个体没有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来的话 柏拉图的理论有它的特色 它不能称作违心论 违心论跟柏拉图有什么差别呢 违心论是发明 柏拉图是发现 差别就在这里嘛 发明跟发现不一样 发现就是 它本来就在那边了 我去发现它 不是我发明了 讲违心论就是我去发明 但是很多人说 违心论也不是讲发明 这我同意 你说近代西方的违心论 从康德一路到黑格尔的 违心论也不是说 他也不是说我来发明 讲发明只有那个 像佛教讲的比较接近 万法违心所造 这个就有点发明的嫌疑 看到没有 这就是像由心生 万法违心所造 这有点发明的样子 西方的违心论怎么说呢 违心论是说 外界事物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所看到的是 能够被我看到的东西 你第一次听到会觉得 这不是废话吗 我所看到的是 能够被我看到的 但你不要忘记 有的东西是不能被你看到的 人只能就你能看到的部分来说 它是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说你能够看到呢 因为你看的本身是一个架构 是特殊的能力 叫做人的认知能力 举个例子 我们所看到的房间是这样子 请问一只猫进来的话 它看的房间 跟我们看的房间一样吗 不一样 一只狗进来看的也不一样 有一部电影很有意思 它电影名字我都忘了 只记得一幕 有一个老师 那老师是很有名的明星 你跟他说你要放弃机械人 加拿大就是做真的人会死亡的 他愿意做真的人 他教小朋友 他说小朋友 你们看这教室这样看 好 你们现在站在桌子上看教室 小朋友就站在桌子上一看 教室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看到个子高的人都很羡慕 说上面的空气有没有好一点 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地方 跟你从飞机上看不一样的 这只是讲我们人类在看 那如果是动物的话 它结构不同 一只狗看的时候 它怎么看 电影拍不出来 电影说有时候一条鱼游过来 它故意把镜头弄成圆圆的 其实鱼也不见得知道 你在弄什么 那是人的想象而已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见的世界 是能够被我们见到的世界 它不等于世界本身 这就是唯心论的基本立场 我所见的世界是能够被我见到的世界 它不等于世界本身 世界本身不可见 那为什么说我所见的是能够被我见到的呢 因为我的见是透过我的感觉的能力 我的感觉能力有一定的限制 我不能说这是唯一的方式 我所说唯一的方式的话 一只苍蝇一只蚊子一只狗一只猫所见的世界 就跟我不一样 我们不能说我们的一定是标准的 那猫跟狗怎么办 猫跟狗也活得很自在 它所见的世界跟你见的世界 不是同一个世界吗 那为什么所见的不一样 因为你们感官的结构不同吗 所以德国唯心论有它的理由 它并不是说我来发明这个世界 而是说这个世界只能按照我的方式被我理解 我们讲更具体一点 我们说有个张三 大家都认识他 但是每一个人所认识的张三都不一样 就是我的意思 每一个人都按照他跟张三的关系来认识张三 不等于张三本身 要不然我们现在把一个大家都认识的朋友 每一个人写一百字 描写这个大家都认识的朋友 肯定不一样 有人说他很慷慨 有人说他很吝啬 有人说他很友善 有人说他很骄傲 怎么同一个人有这么多复杂的观察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跟他之间的关系不同 看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是定位在一个长道上 这个一是每一个人的向往 因为天下事物太复杂了 西方哲学谈到一跟多的问题是很早的阶段 希腊哲学就开始谈到了概念是一 个体是多 牛是一个字 但是每一头牛都不一样 代表多 为什么一个字可以代表许多东西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呢 当然这里面牵涉到第二点 刚刚前面讲道理是一还是多 能够被我们理解的部分是什么 更重要的第二点是什么 这恐怕是一个语言的问题 看到没有 就是你概念怎么设定的问题 所以后来这位家很多人都不喜欢讨论这问题 他说这是一个概念 概念本来就是用一个概念来代表多数 它是归纳出来的嘛 就是我看过很多牛 我把它的共同特性归纳出来 所以这种动物叫做牛 以后大家就知道这种动物有什么定义 有定义之后呢 就可以用这个概念去代表许多不同的牛 这是归纳的方式 但是问题来了 归纳法没有普遍性啊 比如说我看过一百只北极熊都是白色的 我就说北极熊都是白色的 刚刚才讲完毕 出来是黑色的北极熊 你永远不能预设说不会有黑色的北极熊 因为归纳法它只能到此为止 它不能规范以后的事情 像这就是我们人类在讨论到这些问题啊 西方哲学家对这些就比较有兴趣了 他们谈这些谈了很多 好我们这边对真可以了解了啊 知道说这真是指定位 真观是定位在可供观察这些 好我们接着再念下一段 也是一些定义 福前确然是人意宜 福昆怠然是人简宜 遥约者孝此则也 向约者向此则也 调向斗乎内 吉凶献乎外 公月献乎便 圣人之情献乎词 天地之大德约深 圣人之大宝约卫 何以守卫约人 何以巨人约财 理财正词 尽名为妃约义 这边对于义的定义啊 是最特别的 特别值得注意 因为我们平常讲义的时候 义的仪也嘛 就事宜的仪啊 就是一件事应该不该做 要看适不适合 对张三该做的 对理是不见得该做 又对理是不适合 所以这个义有时候变成事宜的仪啊 它就有弹性啊 就比较复杂 这边讲义讲得非常的精确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我们先看前面的 他说 潜挂以期刚见向人显示容易 一再强调 潜挂代表容易 因为他本身是无限的生命力 他发展出来是 根本就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嘛 因为我本来就是生命力 就是要表现了 所以就很容易了 潜挂呢 以期柔顺向人显示简单 就是我很柔顺啊 你给我什么就发展什么嘛 所以易跟简啊 它的顺序啊 是多次强调的 接着这边很好 所谓谣就是仿效这些的 谣就是效仿效 所谓像呢 就是模拟这些的像 遥与像在挂礼活动 急与胸表现于外 工业表现在变化上 圣人的情意表现在挂摇词中 注意情意 我们常常讲深情厚义啊 就你这个人对我很有情 这个义是有深刻的这个含义啊 就是深情厚义啊 怎么样表现呢 在挂摇词里面 所以我们念挂摇词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 这是古代的最有智慧的圣人啊 他给我们的参考 所以我们就要认真看每一个字啊 当然除非版本呢 古代有些错误 否则这些字啊 他确实是代表圣人对我们的关怀了 天地最大的功能就是创生 再说一次 圣人最大的保护是地位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位不能随便给人家 有些人做个官 越做越小 他没有那个官威 有些人做个官 小官做成大官 哎呦架子好大 像这个都是走极端的啊 所以他一个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 这是宝物啊 叫做国之民气啊 不可以随便给人家 如何守住地位 则说是仁德 再一次强调 你有一个地位 你就是要做好事照顾百姓的 没有什么第二个考虑 那如何据其众人呢 则说是财务 民以实为天嘛 对不对 你跟老百姓说这里有什么好处可以发财 这里耕田可以发财 这里开坎可以发财 开矿 大家都来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底下讲义啊 这是很好的定义 他说因此呢 经理财务 导政言论 禁止百姓 为非作歹 就说是义行 道义的义啊 我在翻译的时候 都经常会加一个行为的行 因为没有行为就不成道义啊 对不对 你说我这个人讲道义 但是从来没有行为 那怎么叫道义呢 所以这是疫情 他有三点 经理财务 导政言论 禁止百姓 为非作歹 三点 所以孟子为什么认为自己是这个 在替圣人做事呢 他是认为自己在批判阳诸莫迪嘛 阳诸莫迪的言论有问题啊 言论有什么问题呢 言论发表出来最怕 他推到逻辑的结论 什么叫逻辑的结论呢 就让孟子批判的 大家比较熟悉的 阳诸莫迪来说 其实你批判阳诸啊 我们还觉得说有点道理 阳诸是怎么做呢 拔一毛 逆天下而不为 就是我这个人啊 叫我掉一根寒毛 对天下人有利 我都不做 为什么 他说天下人有利关我什么事 寒毛是我的啊 掉了一根就没有了 说是寒毛我不太了解 头发我了解 头发掉一根就少一根 这是不能恢复的 老百姓掉几根头发 那我的损失很大 对不对 老百姓说实在 在乱世里面 你帮多往忙都看不出来 有时候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 你帮忙帮得很大 效果不脏 然后你后来发现 你不帮忙 人家也撑过去了 那你就会灰心啊 想说那我做羊猪算了 我不要麻烦自己去帮助别人了 那么这种想法有他的好处跟他的坏处 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每一个人都学羊猪 都管好自己的事情 都记得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那天下不是太平了吗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 你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照顾好自己 有些人就是成为别人的某些负担嘛 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有时候是生下来 某一方面比较有困难 那你说你叫他自立 那他做不到 那有些人生下来就比较多资源 你叫他说不要管别人 那他也愿意帮忙 所以这是一个理论上很好 就是每一个人都照顾好自己 天下就自然太平 这是理论啊 但是他造成什么后果 叫我把一个汉毛帮助天下人都不要 那我肯定是逃漏税 我一定逃漏税 因为税就好像我的汉毛 我这个税照样去交 交税有时候很辛苦啊 如果是羊猪 他肯定逃漏税 他隐居起来 不要跟社会建立什么关系 那这一来不是不要国君吗 所以孟子说你看 羊子为我是无君也 就是无事于国君的存在 因为你交税才有国家嘛 国家才能够有军队 有各种制度来保护你嘛 你没有国来保护的话 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他不想这些 他就想说我一个人单纯一点啊 我就不要交税了 我就只为我自己了 孟子认为说 你如果推到逻辑的结论 就变成不要国家 不要国君 那么莫迪呢 莫迪被批判实在是冤枉 因为天下有几个人比莫迪更好心的呢 他是磨顶放肿啊 磨顶就是这个是头发都快掉光了 放肿是脚都走受伤了 放肿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放开双脚去跑 那那个放肿代表身体健康不算什么 放肿的放是伤害的意思 脚都受伤了 头都已经头发磨掉了 脚都受伤了 为什么 为天下人的利益 任何地方需要到他都去 所以莫迪是很了不起的 连庄子里面讲到天下边啊 都特别称赞莫迪 所以莫迪这些人真是了不起 很令人感动 但是呢 传不下去 为什么传不下去 庄子的理论呢 是说他违反人性 对自己要求太磕了 没有人做得到 真的去做的人都很有报复 就好像这个 我们讲西方像十字军一样 或是某些社会上的志工团体 令人感动 宗教里面会出现 所以莫迪在古代 有明显的宗教情操 宗教徒他有时候 真的是令人感动 他自己什么都不要的 不要代价了 那你要求一般人做不到 那宗教徒为什么做得到呢 他有信仰 他的信仰里面有善恶的报应 不再经事再来事 他有这个报应观念 他做好事 他觉得是一种 讲难听叫做投资 讲好听叫做消自己的罪业 我们也不要管好不好听 反正宗教徒就这样 我还是很感谢他们 有些人怎么批评宗教徒呢 说你们这些教徒做好事 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因为最后希望自己得救 希望自己排除轮回 进入涅槃 你不要这样讲 你不要管别人信什么 要管他真的做了什么事 这才重要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人很诚实说 我这个人什么教都不信 所以我什么报应 我都不相信 所以我做什么好事 那你要最后人干嘛 是不是 所以我宁可你有某种信仰 你有某种这个个人的一种愿望 说我现在做好事 将来有什么好的报应 然后你真的做好事 我们宁可如此 好了 那想到 你现在说到莫迪 莫迪 莫迪讲兼爱 兼爱这两个字本来很好的 通通爱嘛 我们当然希望一个人 可以通通爱每一个人 但是问题在于说 他还加一个意思 叫做平等的爱 那糟糕了 通通爱并且平等的爱 那这样你父母亲 不是没人管的吗 是不是 你说我要兼爱每一个人 那我父母亲跟别人都一样 一律平等 我看我父母亲 跟别人父母一样 倒过来 看别人父母 跟看我父母一样 那你父母不是很冤枉吗 所以我们白养了这个儿子 养了半天变成别人的孩子了 照顾别人去了 所以孟子说 孟子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不是没有父亲 是说他兼爱就 无视于父亲的母亲的存在 那孟子有时候退得太快了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这有时候都觉得说 哇怎么那么凶 一下子骂人 孟子会怎么说 他说我没有骂人 禽兽是描写禽兽的状况 禽兽不需要国家嘛 禽兽也不需要父母亲 你看成长的禽兽 他没有父母观念 一直狮子在外面跑 看到他老爸爸 他怎么知道这是他爸爸 他根本不知道 有时候子之有母 不子有父 对不对 那老狮子说 我是你的爸爸 小狮子说 那是你的事 我现在是该我的世界了 所以禽兽基本上 他不需要有父母这样的观念 所以这边讲到 理财正词 敬名为妃 约义 所以这个义就有具体内容 理财正词 敬名为妃 底下就开始讲到 古代圣王的这种功劳了 古者包西式之王天下也 养者观象于天 否则观法于地 观鸟寿之文 与地之仪 尽取诸生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 理通神明之德 与类万物之情 作结成而为亡谷 以天与于盖取诸礼 那么这是第一段 所以让人惊讶的是 首先出现的并不是 前卦空卦 前卦空卦出现得很晚 是礼卦 他说古代福西式 同志天下时 抬头就观看天体的现象 低头就考察大地的规则 这个天跟地显示的 各种自然界的状态 是他学习的主要的来源 因为你掌握这些 你才能知道怎么让人类 比较安全地活下去 检视鸟兽的花纹 与地理的特性 究竟取材于自己的经验 并且往远处取材于外物 然后着手制作八卦 用于会通神明的功能 比离万物的实况 什么叫神明的功能 神明的功能就是说 你不知道万物为什么会出现 并且这么样复杂 这么样的有趣 就把它当作神明的作为 因为古代人相信是神明 总是至少有一个比人更高的力量 它使得万物可以存在 可以发展 我们今天讲福西寺的时候 没有必要把它想成一个人 因为古代的历史发展 像有朝寺 碎人寺 福西寺 神龙寺 这四个代表四个生活阶段 生活阶段的话 你说有个同志者 他不仅是一个人 但他代表一个生活阶段 当时是鱼猎社会 福西就是要 这个因为前面有朝寺 是像跟鸟一样 住在树上的 所以人是发明火了 发明火的话就可以下来 野兽怕火嘛 人才有安全 福西是代表鱼猎社会 我来打猎 我来捕鱼 那福西是就成为这边的主角 他能够从远的近的天象地理 都设法找一些学习的方式 比如说人为什么发明飞机 现在大家都知道 看到鸟在飞 就想说为什么可以飞 人为什么发明船 或者潜水艇 因为看到鱼在游 就想说为什么可以游 像这个就是后代的发展 最早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从自然界里面寻找 你要学习的这些 就是从动物上 从植物也好 自然界也好 学习怎么让人的生活 比较安全 比较愉快的 那么他制作八卦 是回通神明的功能 比零万万的实况 底下就说了 他边炒为神 并且制成螺网 用来打猎捕鱼 这大概是取向于梨挂 各位看梨挂 梨挂我们现在不用画了 也不用打出这个梨挂的样子 你脑袋立刻想到 梨挂是什么 梨中虚 中间虚的话代表什么 中间可以装东西 所以你把梨挂 一个一个重叠起来 就好像螺网一样 梨挂的话中间是有孔的 你可以捕到某些鱼 某些野兽 这些打猎捕鱼 都需要靠螺网 梨就是螺的意思 螺网 所以在渔猎社会里面呢 就靠这个梨挂 给他的启发 你看 那我们再往前推一步 什么叫做结神 编草为神 我们今天讲八卦怎么来的 八卦的可能解释之一啊 就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是 结神祭祀 后面会提到结神祭祀 结神祭祀四个字呢 出现于老子 老子也说 小国寡民 里面要结神祭祀 比如我们这个族啊 一些树的藤条 就变成绳子 结草为神嘛 那你去外面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方有什么危险啊 有吉祥你就设法用结神来祭祀 神祭我们也讲过 你就他讲好 我们以这个多长为一个单位 这么长的单位里面 中间打结就是阴窑 中间不打结的就是阳窑 打结代表断掉了嘛 这一来的话 你从左到右讲好 六个这个窑合起来 就形成一个挂 我们这个部落人知道的话 我们这个部落人就很安全了 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可以 大家互相通消息嘛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文字 发明文字是很后面的事情 所以你要了解 在那个时代 恐怕是几十年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都有的 所以这种伟大的领袖 他就要发明一种 互相通消息的方法 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后面说象形文字 那是很后面的 像你看八卦的时候 象形文字像砍卦 就很明显 砍卦你把它立起来就是水了 其实别的卦一样 火也是一样 你把火立起来 它也是写成 今天写的火 只是长短不一样而已 它的结构是一样的 那么 所以这边讲 离卦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觉得什么 离卦是代表火 为什么火是文明的开始 从这边就可以 这个去思考了 因为他这边讲到 福西士治理百姓的时候 这是我想到西方的背景 西方有这样的神话 说天神造人之后 人间没有火 所以普罗米修士 到天上去偷火 给人来使用 有了火之后 人间开始可以抵抗野兽 不再害怕潮湿 可以熟食 生命比较安全 福西士画卦 首先用在生活上是离卦 离是罗网 表面看起来是捕鱼 打猎 事实上离是火 这个火对人类来说 意义特别重大 跟西方也可以对照来看 接着就看神龙世了 我们一起念 福西士墨 神龙世作 着目为世 柔目为雷 雷诺之利 以教天下 盖取诸义 日中为世 至天下之名 至天下之父 在遇而退 各得其所 盖取诸是何 神龙世梦 皇帝遥顺诗作 通其一变 使民不倦 行而化之 亦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是予至天 又知 其无不利 皇帝遥顺 垂与伤而天下之 盖取诸 乾坤 乾坤居然这么后面才出来 这本讲乾坤是代表 一跟伤 这也是很狭隘的一种 隐身 我们看 福西士时候 神龙世兴起 他砍销木头 制成梨 柔弯木条 制成梨饼 取得更利 除草的便利 用来教导天下百姓 这大概是取向于义卦 这实在是难想想 这跟义卦什么关系呢 你注意看 下阵上训 风雷役 那风就是木 阵就是竹 中间有护坑 这大家都很熟悉了 风雷役 六三六四六五 还有护坤 六二六三六四护坤 更为守 坤为地 合起来变成什么 手持着木器 脚踩到地下而行动 变成耕田了 我们想都没想到 义卦本来是风雷义 好像是两个原集 那怎么忽然变耕田呢 他完全取最原始的像 中间有护坑 代表手 底下有护坑 代表地 然后上面的 峻就是木 我的手握着木制的东西 那个底下是一个镇 镇是足 脚踩到地底下 等于是整理这个地 变成耕田了 这是非常生动 必须是告诉我们 最原始的情况 接着每天正午呢 开设市集 招来天下的民众 聚集天下的货物 大家相互交换 然后散去 让人人都得到所屈之物 大概是取向于四合卦 我们以前讲四合 火雷四合 以为说要审判啊 要不然如何后果了 现在这边居然是做生意 真的是四合啊 市场上大家可以 东西合就可以交换嘛 那为什么提到这个火雷四合呢 火代表太阳啊 太阳在中间 太阳在上面 那么古代的人认为市场就是中午在开 因为中午呢是太阳在中间没有阴影 就是你不能骗人 东西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说傍晚来一个市集啊 那要小心 我在欧洲这个教书的时候啊 最喜欢逛的就是傍晚的市集 但是黄昏的市场有时候因为光线不清楚 容易有问题 有时候你看看不清楚绝对不做很便宜 买回家发现是不好的东西 白天中午就不一样 所以他这边就讲呢 中午这个时候呢 做这些事 四合挂 我们看一下四合挂 四合挂就火雷四合 离为日为归 正为行 中间有户更 户更又是手了 你交换东西你需要用手嘛 那么离为日为归 归代有什么 归代表是古代的 值钱的货物之一嘛 何之只会在太阳下 行人一手一物 四合一字有四合之音啊 或许也有关系 那么再看底下的 就是做生意了 神龙氏死后呢 才出现了皇帝 瑶 顺 相继兴起 然后会通各种变化 使百姓不会倦怠 特别注意这句话 通其变 使民不倦 你现在当公司的老板 你就要记得 怎么样让公司的员工 不会倦怠 这句话有各种变化 等于是你要有各种花样 让大家觉得很新奇 所以我在欧洲的时候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们每到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呢 他都会自己有一种 像是民间的游行一样的 我们有时候想说 难以想象 那个比如说 像吃这个棉花糖 然后在路边啊 有人推个机器 你丢一块钱摇一摇就放音乐 还有小人出来跳舞 这个都是老东西啊 我们早就已经淘汰掉了 认为说这个街道 就是车子开嘛 不是的 他们有几条街道啊 在那个时候就封锁起来 街道是有记忆的 我们住的城市是有记忆的 欧洲很多古老的城市啊 为什么可贵 可以成为这个观光景点 因为他保留这种记忆 很多人到欧洲去 他不是看那个城堡 不是看那个房子啊 他要看很多这些人 穿上比较早的服装 在路边呢 这个很开心的散步 然后小朋友呢 就买个棉花糖 或是棒棒糖 然后就跟着祖父母啊 好几代都是一样 一到礼拜六 或礼拜天 某个时段 大家都来了 有些就穿着小丑的服装 也是自得其乐了 别人看了也很有趣啊 就是你要有变化 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活在世界上 不是一天过一天 一年过一年 那到最后觉得 人生实在是很乏味 在西方他自然而然 就形成这样一种 各种庆祝的活动 几乎每周都有 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呢 他们自己会享受 各种花样出来 同样的古代已经知道了 设法汇通各种变化 使百姓不会倦怠 百姓有时候很容易倦怠的 倦怠不但是说工作上倦怠 有时候活着倦怠的话呢 连自己该尽的责任 都不愿意尽了 再看 以神奇能力化解困难 使百姓适宜生存 意见的法则是 穷困就会变化 变化就会通达 通达就会持久 这有时候念元王还快呢 穷则变 变得通 通则久 但你不要忘记久之后呢 又穷了 你不能说我现在久了 久了之后又一样 因为一样的话 你再怎么好的东西 只要长期维持的话 又变成无聊了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你第一次发明什么样的游戏 比如说晚上有时候 打开电视看一看 就看到有些人讲相声 第一次听会觉得很有趣 很有创意 同样几个人讲久了之后 就觉得说 不容易有创意啊 还是那一套 有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耍宝 耍得又不怎么高明 所以这些艺人也很辛苦啊 他需要有一个班底 替他去构想各种创意啊 不容易的 往往他的代表作一辈子 说不定只有这个 这个是一两次 那你说你每一次 都要让大家 这个感觉到很新奇 太难太难了 所以呢 在这边就是 之前又知 其无不利又出来了 皇帝遥顺让衣商下垂 而天下得到治理 取向于钱挂与坤挂 那钱挂与坤挂 我们看后面 因为钱挂是代表天跟地 无心而忘物自化 所以垂衣商而天下治 衣代表钱 商代表坤 这个天跟地呢 他你根本什么都不要管 他自然而然就这样子运转 所以中间才出现了钱坤 那么再接着 再接着我们看下一段 又是再进一步发展 他怎么样去 有舟船 有舟继 有牛马 有这个门拓 有楚旧 有胡使 就是说有各种防备武器 都出现了 枯木为舟 掩木为继 舟继之利 以继不通 自远以利天下 盖取诸患 盖取诸患 扶牛乘马 引众之远 以利天下 盖取诸水 从本取托 以代报客 盖取诸欲 断木为储 决力为旧 储旧之利 万民以计 盖取诸小过 贤木为虎 掩木为虎 掩木为始 虎始之利 为天下 盖取诸魁 显然就比前面的那种农业社会 再进一步了 有各种战争的可能了 这边说 挖着树干做成船 砍销 木头做成江 船与蒋的便利 可以助人渡过横族的河流 因为渡过河流不容易 他这边说 去到远方照顾天下人 这大概取向于幻寡 风水幻 风就是木头 所以他这边还算可以理解 并且底下还有什么 你看解读 中间有护震 所以代表行动 好 再看 巡抚牛乘着马 可以拉着重物去到远方 照顾天下的人 大概取向于水挂 注意牛跟马 牛跟马本来是野兽之一 野兽的东西 那么对人来说的话 我们今天看到牛跟马都很温寻 那是人类的加以培养的 那你看水挂 特别注意到水挂 水挂是浙雷水 那么你看 水挂由匹挂便来 匹挂下坤上前 钱为马 坤为牛 便为水挂 结为人用来行走 因而使人愉悦 看到没有 他这解释真的妙 因为你水挂怎么来的 从这个匹挂 匹挂是天地匹啊 天就是钱挂 他就是马呀 那么地呢 就是空挂 就是牛啊 但是你变成水挂之后呢 对吧 马跟牛变成他 人类所要的这种家畜 重重门户 加上打金寻业 用于防备凶暴的来者 大概取向于御挂 御备 所以古时候人 他也要注意到安全 像孟子讲到景田制度啊 就是 出入相有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三句话 景田制度 因为景田制度啊 是八家共耕一个井 一个井是九百亩 画成一个井的形状呢 中间是公田 就是说我们不用另外交税哦 八家一起跟公田 公田的收成归国家 就好了 算是九分之一吧 也不错了 然后呢 这八家人既然是共耕一个田啊 关系比较情景 像社区一样的 出入相有 出去回来 大家结伴同行 守望相助 为什么讲守望相助 会有强盗小偷啊 强盗小偷来了 大家守望 这个互相帮助 然后呢 最可贵的是 疾病相扶持 生病的时候 大家互相照顾 你生病不能只靠自己子女啊 尤其是现在子女很少的时候 你说生病只靠子女 子女说实在 一个人力量也不够 有两脑要这个照顾 很辛苦的啊 所以有时候一个社区啊 大家互相帮助 到老的时候呢 真是令人感动啊 大家互相扶一扶 到医院去啊 这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好再看 浴挂的话是雷地浴啊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以待暴客 因为里面有砍 有个护砍 有护砍的话就是强盗 所以暴客从这边来的 底下再看 截断木头做成储 挖掘平易做成旧 处于旧的便利 让所有的百姓得到帮助 有处旧你才能够聪明嘛 才能够让这个食物比较精致啊 要不然的话你吃的不消化 小乌挂呢 是什么 小乌挂没想到 小乌挂是下更上阵 叫做雷山小过 结果呢 上动而下止 变成聪明了 看到没有 我上面动 底下是一个旧 它是不动 下面不能动啊 你上面动下面动 变成是两个配合 变成是无法把米冲干净 那这个就变成是 你看 这个取向这么简单的东西 就变成储旧之力了 最后呢 柔安树是做成功 肖仙树是做成剑 工与剑的便利呢 用于威震天下 取向于魁挂 魁挂呢 叫做火则魁 火出现了 就代表什么 有割冰 里面还有护砍 代表功伦 就有武器 安定社会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最早念的时候 六四卦里面 都出现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说 不可能等到周文王 再来重卦 各位看到没有 这座周文王根本还没出来啊 神龙士啊这些 怎么会谈到周文王呢 那你说周文王再来重卦 那来不及了 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